最近纷纷朗朗的朝鲜派兵俄罗斯一事,在我看来真实性是很难得到保证的。此前我曾经说过,朝鲜派兵进入俄罗斯这件事肯定是有的,但派出大规模成建制的上万作战部队进入俄罗斯,协助俄军作战则可能性不大,而派出一部分军人进入俄乌战场观摩战争,并提供一些属于战争周边的协助则是一定的。 不仅朝鲜,就是其他国家有这样的机会,也会派人参与的。毕竟实战的经验对于任何一支部队来说都是难得的,更何况本次面对的,还是来自北约二十多个国家的各种类型武器装备,以及隶属于北约指挥部制定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俄罗斯即便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或者要求一定的利益也都是正常的。 为什么说朝鲜派出成建制的军队,远赴俄乌战场可能性不大,原因也很简单。 首先俄罗斯还没有到需要他国出动军队帮助的地步,其次则是朝鲜也得考虑这种行动,对于自身的国际影响,以及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 把自己一万多的部队交给俄罗斯军方进行战场配置,这需要巨大的相互信任度,否则很容易出事的。 就连瓦格纳都因为俄罗斯国防部的不公待遇,而出现波折,谁又能保证这些朝鲜军人能够完全适应来自俄罗斯军方的部署和军令呢? 这件事还有一个诡异之处就在于,这边韩国人刚刚宣布朝鲜派兵俄罗斯的消息,俄乌战场上就出现了俄罗斯和朝鲜两国国际同框的照片。 试想,朝鲜即便派出军队参战,在最初阶段也是不愿意把自己曝光在镜头之下的,除非它本身的用意就是要激起国际阵营的武装队力,本意就是不在乎三战的开打。 但这种事非同小可,朝鲜这样一个国家显然是带不动的,没有国际大势力的默许或认可,宣誓国际阵营的武装队力,激化三战的正式开打。 那朝鲜就只能是一个找死的莽夫,而朝鲜是莽夫吗?显然不是,于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韩国为什么会发布这样的消息? 韩国的消息可靠吗?显然不可靠,一直以来韩国就经常发布一些关于朝鲜的不实消息,对于这个,韩国媒体可以说是惯犯了,而韩国官方对于自家媒体的这种做法,也是采取纵容甚至推波助澜态度的。 虽然我们不能因为韩国是造谣惯犯,就认定他这一次也是造谣,但我们却可以从之前的一些新闻中,推测出韩国这样做的用意。 紧张的朝韩边境这一段时间,朝韩关系非常紧张,朝鲜甚至炸毁了和韩国连接的一些公路,已是朝鲜和韩国的势不两立,炸毁公路这种事是朝鲜做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 朝鲜只是想和韩国进行切割,而不是试图发动战争,即便其中有明烧战道的意思在内,但最起码这是朝鲜在表明,自己近期内并没有和韩国开战的意思。 而且朝鲜也明确表示,不在意统一半岛作为自身的国家战略,而是把韩国宣布为一个对立的国家,这种切割看上去态度激烈,但实质上还是在寻求避免与韩国交战的可能性,这种避免并不是朝鲜的畏惧,而是服从于整个大局部署。 东北亚以及东南亚目前所追求的是稳定发展,在中国的周边,我们很难允许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眼下周边的形势并不乐园,缅甸、孟加拉以及菲律宾都是美国仕途燃爆的点,而最有可能爆发的就是半岛。 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韩国的用意所在了,当然韩国的用意其实也就是美国的用意,从韩国针对朝鲜的无人机入侵事件,我们可以看出谁在想制造半岛的危机,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得出韩国媒体宣传朝鲜出兵的用意所在, 那就是鼓吹朝鲜对于西方利益的威胁,激化半岛局势,从而让整个东亚地区陷于震荡之中。 我们知道自从尹熙悦担任韩国总统之后,韩国不仅在政治上竭力配合美国的利益,在军事上也迅速向美西方集团靠拢,甚至对于日本自卫队进入韩国也不再排斥,这充分说明本届韩国政府已经彻底沦为美国的工具, 而作为工具韩国是毫无自主权的,哪怕某些行为对韩国自身造成伤害,尹熙悦政府也必须无条件地配合美国利益,服从美国指令,进而充当了东北亚的震荡器。 而乌克兰对于韩国的这种行为无疑是欢迎的,一来这样就可以把韩国纳入到自己的武器供应国民单中,从而使得乌克兰的战争资源库更加广泛, 二来以朝鲜的介入来呼吁西方加大对自己的援助,并把俄乌战争泛化为两大阵营的对抗,这对于目前处于困境的乌克兰,无疑是有利的。 所以乌克兰方面配合韩国,制造一些朝鲜军人在俄乌前线的新闻,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也是为什么朝鲜对于韩国的信息,于否认的原因所在,如今的世界乱局,早已经不是一国一家的事情,而是整个阵营之间的对抗。 虽然双方都在竭力回避这种阵营对抗的展示,但实际上这种事却早已经是事实,我相信真到了不可避免直面真相的时候。 朝鲜所要面对的首先肯定是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而不是出兵俄罗斯,以俄罗斯的实力,即便在俄乌战场上有所困难,也不至于需要第三国出兵相助。 真到了需要出兵相助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到了大幕拉开的时候,那就不是俄乌战争那么简单了,而是整个阵营对抗的开始。 韩国这么做还有另外一个用意,那就是强化北约扩展到东亚的必要性。 如果欧洲人相信了朝鲜出兵俄罗斯,那么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以及全球阵营对抗的必要,也就不会反对把北约的武装力量扩展到东亚,从而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 如今日本和韩国在美国的指使下,都在竭力推行东亚的北约化,石破茂本次在东盟峰会上,虽然在东亚北约化这件事上两手空空,但它毕竟推广了这一可能。 而韩国所做的事情,大致也就和日本所推行的事情殊途同归了。 至于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以我为主。 凡是符合我们利益的事情,我们才会支持。 凡是不符合我们利益的事情,那就一定要予以反对。 至于我们能不能具备反对的实力,从这次金砖国家喀山峰会中,难道我们还看不出来吗? 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紧急叫停了这件事。 朝鲜问题事关中国的切身利益,如果东欧战火借此外延到了朝鲜半岛,局势就相当危险了。 毕竟当前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是台湾问题,要是让美国人借机挑起半岛危机,这显然会破坏中国的战略布局。 因此中国出面和平朗,以及莫斯科进行了沟通。 小以厉害后阻止了这件事。 就我个人来说,比较倾向承认朝鲜出兵俄罗斯这事,不是空穴来风的谣言,道理在浅显不过。 如果这事是谣言,朝鲜和俄罗斯应该第一时间就驳斥,绝对不能认它如此蔓延下去。 但平朗和莫斯科都沉默了很长时间才站出来表态,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在观察对手们的反应,并据此来进行调整。 感谢观看